不管是九族文化村或是建湖山 都是不少国中小学秀 毕业旅行会安排的行程 而日前有网友就勾出自家孩子的避旅行程 引发讨论 行程写到第一天从学校出发 11点到下午5点玩建湖山游乐世界 晚上回到位在埔里的饭店 第二天早餐结束之后 早上8点半到九族文化村玩到下午5点 第三天则是早上9点半到丽宝乐园 玩到下午4点半最后返校 这样三天两夜的行程 收费只要4,380元 三天两夜4,000都差不多 吃住品质一定要好 安安钱开心这样 这篇po文也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说这价格不贵 已经是15年前的价格了 还有人提到 如果是自己带出去 就不会只有这个价钱 就一般行情来讲 可以说是比较平价一点 就比较低价一点 都会抓成本大概在4,300上下 像我们去九族的话 一般来讲到八九族的门票 以大人来讲三个乐园 大概就要2,400了 连续任业者分析 一般游乐园学生票 入门票价 三个游乐园就要2,000多 再加上时速交通等费用 4,000多 几乎等于是成本价 因为是学生团体 所以价格也一定能压得比较低 记者要加点万山台北仓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